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复习的是 Google Photo的云端的储存方式 你什么时候使用这个 可能你想复制你的照片 以防你的手机不见 还是你的手机爆满 你要删除照片跟视频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Google Photo 来帮你拷贝 帮你另外储存你的照片 这个Google Photo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是想把手机的照片放在电脑 就是拷贝多一份放在电脑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手机的照片 放在Google Photo 然后你如果要下载在你的电脑也是可以 所以你变成有两个 两个那个拷贝 一个是在Google Photo云端 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电脑 你不用用那个Cable这样插去电脑 你直接全部放在Google Photo 就可以了 对 这个就是Google Photo 如果你想使用的话 你可以去你的Play Store 或者你的App Store下载这个Google Photo 但是大多数的那个安卓的手机应该都已经有了 是苹果手机没有 好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如果你下载了这个谷歌的这个Google Photo 的话你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可能我示范一下 所以你的手机应该会有看到这个 在我现在在指的地方 这个Photos 所以你点一下 然后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话 你这个云 你的 哎哟 不小心按到了 糟糕 OK 你看我的那个右上角 不是有一个云 一个勾吗 那就是说 我的手机的那个照片 已经成功的 拷贝在那个云端 那个Google Photo的云端 如果你是一个云跟一个差 或者一画过去的话 那个就是说你 没有使用 没有启动这个Google Photo的拷贝 或者如果你是正在 正在那个拷贝当中的话 它就会有两个圆圈 一个圆圈 两个箭头组成的一个圆圈 对 其实这个Google Photo很简单 你下载了之后 你做一个拷贝 它每次你有新的照片 其实它会放在它的云端 你只需要进来 你只需要看一下 这个云这边 是有一个勾的就OK 如果没有的话 你点它一下 它就会auto 做那个拷贝 你如果想检查的话 也是可以来这个 这个荧幕这边 左上角 这个三画 然后这边有这个 叫device folder 你点一下 它就会说 你哪一个 device folder 你手机的哪一个 folder 因为有时你手机收集那些照片 有放很多folder 如果没有的话就OK 如果有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说 好像你看这个 record master 我这边是有一个云 然后一个叉 它是白色的 一个云 一个叉 不是很清楚吧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你会看得到 这个就是说 这个folder没有 跟那个云端沟通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点一下 然后你看到这里 有这个 这个 你把它推 这个右上角的这个东西 你把它推去右边 它就变蓝色了 它就开始帮你拷贝 不然的话 还是不会帮你拷贝 这些文件夹的 OK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google photo的 这个主页面 你看 因为我刚才开了 那个加它拷贝 那个文件夹 它现在就在开始拷贝 现在 它在拷贝25个 对 这个就在拷贝当中 嗯 所以现在 这个复制是自动的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 所以如果你 你觉得复制好了 你觉得你的手机 嗯 很多照片很满的话 你想删除手机的那个 啊 extra的 照片的话 你可以又再回到 左上角 这个三画 然后有没有看到 这个free upspace 点一下 等一下 它就会说 哦 呃 你已经有 我的啦 这个我的手机 它跟我说 我已经有2.62的 gigabyte gb 啊 已经 有一份在云端了 我要不要 在我的手机里面 清除这些 已经有 复制 有拷贝过的 那些照片 如果你按这个蓝色的 按钮的话 这个free up 2.62 gb 的话 它就会把你手机 里面的照片 呃 删除掉 那些已经在 google photo里面的照片 会在手机删除掉 所以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 这样就会 啊 让你的手机 更多位置 咯 对 so 呃 在这个 页面 嗯 so这个 I mean 现在我们讲完的 这些东西 就是说 呃 怎么让你的手机 自动化的 呃 把照片 上载在云端 其实 我们呃 这一部分是不需要做什么工作啦 手机自动帮我们做了 嗯 只需要进来看一下 检查一下 OK就OK了 可以说 现在呢 我要讲的是 我们可 可以 运用 这个google photo的 呃 更多的功能 其实这个google photo 有很多功能 所以我们来 看一下 这些extra 这些 呃 额外的功能 我们可以怎样用呢 它不是很重要 但是 呃 我们还是可以 应用 对 so 在这一页呢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photo这一页 你看到左下角按的那个按钮 这个是photo 就是你手机里面的照片 呃 都在这里 so 呃 它好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让你去找 你要找的照片 好像这边 呃 在这里 我指着的地方 在手机的上端 有这个search search就是说 你可以去搜索 你可以搜索 呃 呃 你在一个日期里面 呃 你可以搜索 放 你可以放日期 你可以放地点 你可以放呃 人物什么 它都可以找得到 好像可能呃 呃 我想找呃 我手机里面有抛 拍过我猫的照片的话 呃 我可以很快的找 我可以点一下这里 然后我就打 我们来看一下 它找得到吗 OK 打完了之后 我就按右下角的那个 青色的勾 或者你的 可能是你的是OK 就 它很快的就去我的手机里面 找到 呃 那些 跟猫有关的那些照片 你看 还有那些猫的video哦 那些 那个video里面有猫的 它也会知道 它真的很厉害 呃 这边就是全部 那些有猫的照片 呃 你想看的话 就点一下就可以看了 对 嗯 so 呃 你要打 日期啊 什么 它也是可以去那个日期 找呃 你那个日期拍的照片 或者你如果去日本的话 你可以打你 日本 然后它也会找出 日本的照片 对 这个就是 呃 photo 这一页 可以做的功能 OK 然后我们来album album 这边就是 呃 在这个google photo里面 呃 设造那个 呃 设置那个 呃 那个photo album 嗯 然后你要做photo album的话 你可以 呃 你看到这边有加吗 可以按一下这个加 然后他就问你 哦 你这个 呃 photo album 你这个 相簿 啊 相簿 你要给什么名吗 你可以给一个名 可以 可能家庭照 还是 哦 日本一日游 啊 可能 呃 还是你去日本很多天 你可以写japan 啊 day one 可以day two day three 这样子啦 然后呃 到了这里呢 呃 呃 这里有两个选择 呃 有些手机没有 但是 如果你手机有的话 你就会看到两个选择 呃 上面这个选择呢 我在指的这个部分 上面这个选择是说 呃 你可以自动 呃 让他寻找那个照片 自动加进去 你不用一个一个选 好像 可能 你这个相簿是你孙子的相簿 嗯 等下你就打 你的这个标题 你就可以打 啊 孙子 这样子 然后 这边 如果你选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选你孙子的脸 然后它一次性的吧 你全部孙子的脸的 那些照片放在这个 photo album里面 还是如果你要 自己慢慢一个一个选 你就 你就按这个了 我给你示范一下 好像我一个一个选 哦 可能 我要选这个花 然后我就按这个 呃 右上角的这个app OK 然后就把 那个花放进来了 OK 这样子 你你觉得OK的话 你就在左上角 这边打那个勾 那就OK 就好了 你的相簿就好了 嗯 可能如果你要跟你的朋友 分享的话 或者 你呃 出国啦 然后你要你的朋友 一起把那个日本的照片 一起放进这个album的话 你就按 呃 右上角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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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按钮 然后他就说 你要跟谁分享啊 你要叫谁一起把照片 放在这个 呃 相簿的话呢 你可以选 可以假设 我就选 你就按 send 他就会把 那一个人 呃 加进这里 你看现在呃 这边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我自己的 一个是那个 我刚刚加的人的那个 名字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有呃 两个人看得到 这一个相簿 然后可以加 那个照片 对 这样子 OK 所以你可以呃 自己create 那个album吧 然后下一个 这个就是album的 用法 然后下一个 就是assistant 我们点一下 所以在这个assistant呢 呃 他会给你一些 呃 suggestion 就是你可以做什么 啊 这个他问你要不要 清除垃圾 他觉得是垃圾的东西 你要清除的话 你就呃 可以呃 按叫他清除 然后 他给别的 哦 这个 嗯 他还说 这个呃 你要不要看一下 这是几年前的照片 这样子 就不要管他了 对 其他的功能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嗯 呃 我不是很常用 因为 ok so这个呢 你可以也在这边设置那个album 跟之前我们做的是一样 然后这个movie 你可以做movie 呃 就是你有照片 做成一个影片 然后collage 就是你几张照片 放在一张 变成一张照片 然后还有animation so这些我比较少用 因为呃 我是使用别的软件 来做这些东西 那个功能比较强大啦 但是 如果你呃 没有那些软件 你在这里想试试看的话 你可以点进去试试看 嗯 然后最后一个按钮 我按一下 这个叫sharing 就是说 呃 好像刚才 呃 刚才 呃 我们设置了那个 album 对吗 你在这边就看得到你 那些 呃 有 呃 跟人家分享过的photo album 就会在这里 你就看得到 好像我给你看一下 这这这这这这一页只是给你看而已 啊 所以可能有别人呃呃设置的那个album grain album 邀请你呃 一起去看 或者邀请你加那个照片 就会看得到了 好像这里 我给你看 这里是呃 之前我去旅行的那个照片 so 呃 你看得到 好像去日本有 呃 第十天 第八天 这样子 如果我点进去的话 我就会看到哦 我这边有三个人在共享这个 photo album 然后我也看得到是谁放那个照片进去了 如果是不同人的话 不同人的名字就会在这里了 对 so 呃 手机的这个google photo就想到这里 如果你是想呃 在电脑看 或者你在不同的那个平台看的话 或者你是想在电脑看 然后下载的话 呃 你可以来到这里 你打 你去你的这个 呃 internet browser 或者google chrome 你去打 这里 这个 photos.google.com 对 然后你就会来到 呃 你的google photo so这个 呃 这个你是在用internet打的对吗 这个已经是在 你就是 用internet去看 你放在云端的照片 so这里呢 啊 就会看到你已经放在云端的照片了 我这个 应该会跟你的手机的那个 嗯 google photo的那个 apps 是一模一样的 对 这只是做一个check而已啦 好 就这样子 啊 谢谢大家